现在中美双方都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那么看好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么表示 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姿态 都摆出一副他们不怕达不成协议 不怕把问题朝后拖这么一种样子 但其实双方都有很过节的需要 来重启谈判来争取达成一种协议 因为拖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双方对外放硬化 恰恰表示双方其实都愿意 都急于想达成协议 同时又害怕对方就小看了自己 生怕对方认为自己更着急 因为这种情况下显然是 谁要是表示他更着急 那么他就会比较被动 那就表示他有点撑不住了 那么他在谈判中就处于下风 所以他们都要对外表示强硬 都要做出这么种姿态 其实我根本不着急 拖得根本没关系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因为打贸易战毕竟它是个消耗战 双方都在受损失 双方都在失血 而问题是你失的血并不能自动地 变成流到我的血管里去 那特朗普说我们打了贸易战 我们增加了多少多少亿的收益 这话肯定是站不住的 你可以说打贸易战给中国的经济 造成比美国更大的损失 你要说因为给打贸易战 使美国就得到了很多很多收益 那肯定站不住了 如果这种能够成立的话 那就无限制打下去吧 那不是白占便宜吗 那想起来不是如此的